电视剧版的白鹿元昨天在北京举办了开机发布会 主演张嘉义 秦海璐 何冰 李沁等十几位主演全权亮相 演员阵容可以说是华丽丽的 不过别看在台上的他们是光鲜亮丽的明星 在台下人家可是没少受罪啊 白鹿元讲述了陕西关中平原上的故事 演员张嘉义又是陕西人 来到自己的老家拍戏张嘉义自然得尽地主之宜 照顾好全组演职人员的衣食起居 张嘉义热情待客要说也简单 可是难的是剧组要求演员贴近原住 几乎所有人都得减肥 刚刚生完孩子的青海鹿更是标类狂减三十斤呢 就被他们压迫的啊 他们就非得让我瘦啊 没有 其实其实我们每天发照片 在这边有时候我们因为演员有一个基底的群 发一些照片他自己看着 哎呦你们又瘦了 这些人又黑了 不光要求演员不能够吃饭 剧组还拉着从来没有干过农活的姑娘小伙们体验生活 每天都是重体力 皮肤晒黑不熟 还饿得眼貌惊心 干农活 种庄稼 收庄稼 学各种农活 戏还没有开拍 演员们已经脱胎换骨了 二十多个演员平均每人都瘦了十几斤 这颗加起来竟有三百多斤了 饿呀 真饿呀 所以张嘉义这个总监压力不是一般的大呢 管我是毒素他们不能吃饭 一个星期吃一块 为了拍戏遭那么多的罪 要说演员们也确实不容易啊 新近奶妈青海路还没有聊几句 虚弱的连衣服都汗湿了 剪得我现在也很虚啊 看你们都没出汗 我这汗就劈啦巴啦劈啦巴啦的 节目在线是北京独家采访不到 好